高雄有丰富的军事观光景点 市府观光局从4月到6月 推出凤山、左营、钢山和古山的军事走毒游城 搭配军事观光地图品尝郡村菜美食 以及儿童和军人专属的优惠好康 既满抽张或者参加发票去为问答 就有机会抽中泰迪熊等好礼 吉普车把陆海空三军代表载到会场大唱三军军歌 对应高雄的凤山、左营和钢山 刚好就是三军的大本营 再加上古山军事遗址众多 市府串联这四个地方推出军事观光乐活动 像这个在左营的再见886 像在这个钢山省春的这个活化 那么另外呢附近也有一些很好的景点可以配合 像钢山有钢山字眼 左营有联坛啊 那么凤山有国家一级古籍的这个凤仪书院啊 还有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电信研究所 这些呢都很值得大家好好的深度的旅游去好好的玩一下 高雄市唯一拥有陆海空三军基地和军校 也同时保留全国最大面积 涵盖三个军种的眷村 军事观光乐活动 民众除了可以跟团旅游 也可以拿着军事观光地图自由行 各区也拿出特色景点和活动吸引游客 在我们左营保留园区有一个日本时代那么所构建的一个大型的战壕 那么可以容纳200人能够做成战争体验营就是全民国防 有防空洞啊 然后还可以就是带一些头盔什么的 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听爸爸说就是当兵就是会遇到什么事 然后没办法想象就是在那边会怎样 然后现在终于可以来这边看到这样 军事观光乐活动刚好搭设而同节 推出集出张抽泰迪雄 以及发票区位问答送好礼等活动 市府观光局和文化局也联手推出买大人送小孩 以及军人住宿优惠 高雄十大郡村菜也祭出相关优惠 带动这股观光热潮 爱情观光乐的这样一个优惠 我们延续到四月继续有56家旅宿的一个优惠 然后我们在4月2号到4月5号 这个连续假期我们也结合了 包含文化局的场馆也好 动物园然后古山洞 还有一些其他的场馆 我们都有针对这个廉价特别的优惠 军事观光有严肃的历史 也有趣味的郡村生活 更是一种主题性的深度旅游 在高雄就能够把陆海空三军的军事文化一次体验 希望在疫情笼罩之下打下胜利的一仗 一全员进攻高雄军事观光灾 记者张盛民赖山帮高雄报道